国产潮流玩具走向海外的背后 是产业链的不断升级 爆款国潮玩具是如何设计生产出来的 又为何能够获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我们以永古北为言行 给它做个二创 超过一千多个零件 所以它整个拼装过程 是非常需要耐心的一款产品 业组为所在的企业 已经向欧美市场推出了几百款金属拼装玩具 与以往的塑胶材质不同 这类产品以黄铜和不锈钢作为主要材料 零件精细小巧 还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完成拼装 欧美市场上这类产品并不多见 差异化竞争为企业赢得了商机 衣服 首饰 还有异常用品 还有博物馆的工艺能把它复刻出来 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比较新颖的 因为他们毕竟没怎么见过 有时候他们也不怎么了解中国 当电商平台的话 其实增长力应该到25%到30%左右 除了找到精准的市场空缺外 产业链的完善 也是国产潮丸成功出海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被称为中国潮丸之都的广东东莞 记者了解到这里已经形成了包括造型设计 原料供应 模具加工 零件制造 装配成型等潮丸研发生产权链条 近两年自主设计能力和生产精度都有所提升 截至目前东莞市拥有超过4000家玩具生产企业 近15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是全国最大的玩具出口基地 全球动漫衍生品中80%由中国制造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在东莞生产 目前原创IP的潮丸 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潮丸产业全球市场规模 预计2024年将达到448亿美元 我国是潮丸生产及出口大国 除了目前增长最快的东南亚市场外 未来还将针对不同海外市场的特点 进行产品研发 持续扩大出口 不同的消费者对于潮丸的风格 也就是不同的喜好 比如日韩是喜欢可爱动漫风的 那我们欧美的更喜欢一些科幻的 英雄主义的 那在日本的潮丸的一些市场里面 那么我们的男性的消费者 也比较喜欢酷炫的一些模型